在8号还要进行第二波的大规模PCR筛检 台北市场柯文哲7号也再度与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并胜来讨论细节 目前决定要造册3300人 7月10号后华能市场的工作人员 也必须要拿这一次的PCR阴性报告才能够入场 柯文哲表示希望可以来借此抓出黑数 指挥官陈时中也说 目前台北市三大市场好像没有出现特别的情况 也必须透过再次的筛检 才可以来进一步确认 日前41名的确诊者传播链是否有阻断 凤夜第二天 环南市场冷冷轻轻 买菜民众手都几乎看不见 摊伤也闲得发慌 大探生意真的不如以往 半周啊 差不多了 没有人啊 少八成以上 没有人 完全没人 请用去家了 为了让大家安心 北市府跟中央拍板8号将针对环南市场 再做一次大规模的PCR筛检 造策3300人预计结果一天就能出炉 10号后也得凭最新的这份检验陰性报告 才能进到市场 大家都习惯了 其实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现在能够工作的摊伤 大家都是很干净 很安全的 由于上回筛检 一次揪出了41名确诊 虽然摊伤已经打了疫苗补破网 但距离产生保护力有两周空窗期 定期筛检才能够找到隐形黑树 社区当中黑树你知道 再给他扫一点 整体在这个三市场的看起来也比较稳定 不过还是要经过在明天 比较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筛检 前两天被验出来41名的那个 有没有在里面 研判北市市场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但就怕有输落 柯文哲上午更亲自与市场专案指挥官 王必胜开会商讨细节 如果一直做PCR没有做事 他也不会清零 检验产生一些个案 那我们去做一些处理 这样一次两次三次 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达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和缓下来 或者是说甚至清零 筛检管制疫苗多管七下 先求将军再逐步清零 毕竟北市市场疫情 攸关全国解封进度 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视 记得被综合报道